四分之一中国航空发动机领域的落后,一直制约着航空工业和中国空军发展,从歼10到月20,公日20,歼20,无不被发动机步行造成了心脏病困扰。 由于发动机技术的不成熟,中国战机不能达到和美国战机一样的表现,而中国战机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和美国战机在南海产生更多的接触,但中国战机在亚洲一些具有主权争议的临海上空和美日战机相比处于劣势。 四分之二航空发动机,被语为工业王冠上的明珠,美国、英国、俄罗斯都是该领域的强国,特别是美国的机翼通用动力,普惠,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或者叫老斯·莱斯,更是该领域的领跑者,航空发动机领域,必须要脚踏实步的走好每一步,设计到多个基础学科。 基本上没有按道超车一说,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在追赶世界新建水平的道路上奋发前行,经过几十年的追赶,终于接生于第二集团。 四分之三当然,中国绝对不会满足于现状,更高水平才是中国工业的追求。 去年,中国合并多家航空发动机公司1100亿的资产,投资350亿,组建了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以及中研发项目。 据英国路透社表示,中国在未来20年将花费300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万亿来进行民用核军用航空发动机项目研发。 四分之四目前,中国多款发动机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WS101开始大量装,被尖11B,尖16核部分尖10BC战机,尖20装备上WS15也只日刻半,运20的WS18也在实验当中。 未来,中国的战机都将拥有一颗强劲的中国心,中国航空工业也将摆脱在发动机上被外国下脖子的问题。 俄罗斯媒体在报道中酸溜溜的说,中国人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实在是不讲道理。